嗨,大家好,我是陳全 在我們去年的演出《雙風酒》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的主別想要演重奏性質的 就是安排在曲目的中間這樣子 那由於報名的人數實在是太多 因此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來額外再辦一場音樂會 然後讓各組 就是想演重奏的主別 然後來參與這場音樂會這樣子 因為重奏性質的音樂會其實 在《雙風》歷年以來這算是第一次 所以其實用重奏跟整個樂團表演又是不太一樣 就是你會更直接的面對觀眾 就是你會覺得觀眾其實離你真的非常的緊 那其實算是一個滿有趣的嘗試 就是例如說像我自己本身吹長炮 那我就參與同款重奏 或者是長後重奏之類的 那其實沒有重奏就可能 大家可以彼此那樣一些默契 也許說剛好就是第十季演出 就是可以藉由這些非常的默契 可以讓演出就變得更好這樣子 那這次非常謝謝所有校友們的參與 就不管是在台上演出的校友 或是來台下聆聽的校友們 然後主要是希望就是 因為松山到現在的高一這一屆 剛好是第三十屆 那就是希望我們的校友越來越茁壯 然後就是我們校友團團 也可以越辦越好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牠很努力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廳五五在那邊 來髒尼 typically 可以看到大家 還滿好玩的 見到很多很久沒見到的人 謝謝松楓一直都在 讓我們永遠都有一個可以回來的地方 松楓加油 東京約會大成功 全